湿疹的危害 2.病症恶劣 严重导致皮肤受损 湿疹的发生可给患者造成外观损害 长期摩擦扫着还可导致显着的财险氧化 危害较大 紫草去湿疹 紫草是紫草科紫草所多年生草本植物 根植栗 圆柱形 略弯曲 长分旗 皮肤成暗红紫色 经植栗 单一或上部分旗 全株被出硬毛 可以有效取毒消炎 对湿疹效果非常不错 紫草去湿疹 紫草是紫草科紫草所多年生草本植物 根植栗 圆柱形 略弯曲 长分旗 皮肤成暗红紫色 经植栗 单一或上部分旗 全株被出硬毛 可以有效取毒消炎 对湿疹效果非常不错 湿疹全面调理方案 一 饮食调理 食热是一食热内蕴为主要特征的体质 现代白领一族有不少都是食热体质的 以食用轻密化湿的食物 比如义人 莲子 福宁 胡小豆 蚕豆 绿豆 鸭肉 鲸鱼 冬瓜 丝瓜 葫芦 苦瓜等 而体质内热肉的话 必须进食希腊造力 但热大补的食物 如辣椒 生姜 大葱 蛋蒜等 对于狗肉 鹿肉 牛肉 羊肉 酒等温热食物 要少吃 二 情治调理 皮特质为丝 滋责气节 固度滋律 会伤干的输卸功能 干输卸力潮 提升微降协调 及脾气 建议能力下降 及时建议升湿 治愈化热 施热集成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牛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